我還記得喔 妞妞都會帶我到這個地方來玩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荒廢的大空地 很少人來這邊 但是妞妞就是會愛 除了下雨天的時候 妞妞只好一放學就會帶我回來這邊玩 我們呢 我們會到處去玩 我們會冒險 會玩躲貓貓 還有 還有半家家酒 半家家酒 最喜歡玩半家家酒的 妞妞都是煮飯的那一個 因為我不會煮 妞妞她很厲害喔 她會做漢堡 她有義大利麵 可是我比較喜歡吃漢堡 因為我討厭吃洋蔥 妞妞的義大利麵都會加洋蔥 妞妞 妞妞會做飯啊 是因為她的媽媽工作很忙 晚上回家的時候 妞妞只好一個人自己做 你們說妞妞是誰嗎 妞妞 她是我的主人啊 我記得她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 她就對我說妞妞 然後呢 她就一直叫我妞妞 妞妞 所以我就也要叫她妞妞 然後 這裡呢 這裡其實是第一次我跟妞妞相遇的地方 那個時候 她在這個空地裡面看到我 她的目光就一直停在我身上 我心裡想說 拜託你把我帶回家 拜託你把我帶回家 然後 然後她就真的把我帶回家了 那天啊 妞妞帶我回家的時候 她媽媽一看到我就好生氣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髒髒的關係 尤其是當媽媽知道 我是妞妞從空地那邊撿回來的時候 她就各式生氣了 她真的好恐怖喔 那個臉我現在都還記得 我就看到她的是一隻手 一隻手 就伸向我 然後 她又把我從妞妞的懷抱裡面拿走 好恐怖喔 她又搶走我 然後她就一直抓住我一隻手啊 妞妞也一直抓住我 妞妞大概不肯放我走 她們兩個就一直搶一直搶 一直拉一直拉 我知道我的手快要斷了 我改住我的手快要斷了 然後 一個不小心 我的右手就斷了欸 那個時候妞妞馬上就哭出來了 她哭得好大聲喔 她媽媽一聽到妞妞一哭 她媽媽就沒有辦法罵她 也沒有辦法搶我了 妞妞哭著啊 把我帶去廁所 一邊把我洗一洗 她一直跟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可是我一點都不難過 因為這是第一次 有一個人 會哭 那個時候 我就知道 可以跟這個妞妞 當最好的朋友 真的喔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不管什麼時候 我們都在一起 每天都在一起 永遠都會在一起 永遠都會在一起 走 悠悠我們去那邊 那邊一定有很多寶藏 我們要比其他人 還要更快找到那些東西 悠悠這樣子跟我說 悠悠好厲害喔 她什麼都不怕 不管空地的哪邊 她都敢去 在那邊我們發現 好多好多東西喔 嗯 有沙發 很大 還是很漂亮的那種喔 還有 還有小孩子的腳踏車 很多奇怪的木板 還有電視機 嗯 還有很多 我的梅德的紙箱 我們看到有好多好多 紙箱堆疊起來 然後我們把它當做城堡 對 妞妞說 這是我們的城堡 我們要一直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爬到最高的地方 那個時候爬到一半的時候 妞妞叫我看 看那個圓圓那邊啊 有一個洞 妞妞居然想要過去那邊 我覺得有點恐怖耶 可是妞妞就是什麼都不怕 妞妞還一邊安慰我說 不要怕不要怕 有我在 你就什麼都不用怕 我們越往裡面走啊 我就去看到 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 小東西在天空上飛 好多好多 一整群的喔 我們真的走進去了 你知道嗎 我們走進去後 看到什麼東西 屍體 一個人的屍體 上面爬滿了屍 看到的時候 連她都嚇到了 她嚇到以後啊 沒有過多久 她又變得很冷靜 她一直靜靜看著那些吃 我也學她一樣 然後喵喵 她想到家裡的廚房 很奇怪吧 她說 因為媽媽平常啊 工作太忙了 媽媽不煮飯 媽媽也沒有時間打掃 所以家裡總是一團亂 所以呢 她常常看到那些東西 妞妞對我說 然後 動物死掉以後 就會變成這個 白白的蛛 蛛 蛛長大以後啊 會變成那種 黑黑的蟲 黑黑的蟲 會飛 就像現在我們 頭頂上的一些東西 然後 牠們可以飛 飛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後來我們就沉默了 跟我們什麼都沒有在說了 回家以後 睡覺前 妞妞對我說 今天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我們的秘密 你不可以長出去 自從有了那個秘密以後 我跟妞妞就更好了 我們還是常常到空地那邊去玩 你知道嗎 雖然啊 媽媽一直說 要買新的芭比 新的熊熊給妞妞 可是牠都不要 因為牠已經有了這個最好的朋友了 我們說過 要永遠在一起的 有一天 我們又去空地那邊玩 我們那天玩的是躲貓貓 我要躲起來 悠悠找 我想一想 我知道那個洞一定最難被找到 因為那邊黑黑的 什麼東西都馬看不到 我就躲去那裡 旁邊啊 就是蛆還有蒼蠅 可是我已經不怕了 我在那邊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傍晚的時候 天空起了大霧 永遠還是沒有找到我 我們說海蝦 一定是我太厲害了 這個笨牛牛 我在那邊一直等牠 一直等牠 一直等牠 到了晚上 永遠還是沒有出現 過了幾天啊 過了幾天啊 我還在這裡 一直等 有一次我有聽到喵喵的聲音 還有牠媽媽 牠們來找我 但是牠們還是沒有找到我 我一直等 一直等 等了好久好久喔 全部都沒有出現 旁邊的蛆 全部都變成黑黑的蟲 被走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